那么这个画面真的是触目惊心 而且看到这个救生艇呢 在这个飞机的附近呢 不停地来进行搜救 因为现在很担心的就是 可能还有相关的人员 如果说没有办法不按水进的话 那么是不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机舱 那么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呢 很多人呢都陆陆续续 把这个救生圈给丢到 目前已经爬出机舱的这一些乘客的身边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这一架飞机 是在今天早上十点半钟左右 接获到了民众报案 那么您所看到这个区域呢 就是在基隆河上面 而这个地方的基隆河的河段呢 是在南港区靠近金茂二路的部分 其实周边是有很多的 这个高楼大厦跟厂房的 但是呢就是刚才传出了 因为它整一次 这个螺旋桨客机破降的情况当中 而这个附近的班机呢 是B22816的班机 那么机型呢是小飞机ATR72 那么受伤的人员呢 现在是目前已只有八到十人 那么但是呢在飞机上面呢 是有五十三个人 而且其中是有两个孩童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不论是在高空 有救援的取生机也赶快来赶来救援 而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个基身的附近呢 这些人员 有些人是能够穿上救生衣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 不论是老伯伯啦 或者是旁边穿这个白色衣服的 这个妈妈啦 男生啦 女生啦 等等的 他们都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充裕的时间 来应变穿上这个救生衣 所以现在呢 是处于一个载浮载强的状况 尤其这个现在呢 机身的状况呢 是已经进水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得知 现在它就算是漂浮在这个河面上 但是如果说等一下 更进一步进水的话 会不会这个机身再沉下去的话 那么现在在这个飞机上面 而且站在这个机身 机翼上面等待救援的这一些 呃乘客们民众们 等一下会不会有更进一步 万一机身发生倾斜 而进一步可能会沉在河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情况 而且我们看到旁边 那么因为今天天气是很冷 而且呢 呃这个水上其实也不太好 所以呢 看到救生员 绕到旁边来进行救援的时候 这个救生阀 其实它的这个 用人力来划来划的话 其实它的速度还慢慢的 必须要靠这样子的个动力的 这个救生阀 才能够来进行救援 而且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巨大的撞击力 让这个飞机呢 本身机体呢 已经支裂成了好几块 您看到现在这个 穿着蓝色衣服的这些 救援员来进行救援的时候 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个飞机呢 已经有旁边一大块的这个机体呢 是散落在 沉落在这个机身的旁边 而现在我们也看到 这个机身呢 是慢慢的慢慢的 那么有一点点略为下沉 这样的情况 也因此这救援行动呢 是整个代代 丝毫都不能松懈 因为这个时候 你赶快能救一个 救援